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跟着委员工作16年的感想 这几天 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 因为校园禁用瘦肉精美猪及加工品提案被执政党立为否决 引起社会议论 我们认为 这已经不是议案讨论 这是典型的政党立场对决 开放美国瘦肉精猪进口的执政党 即使是碰到保护学童幼儿不要吃到瘦肉精猪肉的提案 都一律举手否决 维护学童幼儿健康的大事 抵触执政党的利益 执政党立为选择牺牲学童幼儿的健康 这就是政党立场 政党包袱 这也是为什么身为援助民族立委的高金素媒 始终是无党的身份 因为只有无党才有援助民族主体性 重看今年年初选举前 高金素媒委员在选战高峰会的结论发言 感触良多 我要再次呼应一次委员的话 只有无党才有援助民族主体性 谢谢主持人 在场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各位族人同胞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的问证 还有我在立法院的表现 我相信在我的脸书上 大家都看到 我并不想在今天 这个短短的三分钟时间里面 再谈我这四年来做了些什么 那么今天呢 我要告诉我的族人 以及我要谢谢我的族人 是只有无党 才有援助民族的主体性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始终是无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原住民族只有保持无党 才能够站稳民族的主体性 也才能够避免为了政党利益 而牺牲掉了原住民族的权益 我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 族人同胞 您就会非常的清楚了解 为什么保持无党 对原住民的政治人物来说 是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原住民族的禁法补偿法案 在立法院做工房 当时有简东民立委 以及正天才委员 我们在立法院奋战 同年的8月11号 当时在野的民进党族群事务部主任 一将拔路儿 他发声明的说 他说民进党拒签禁法补偿条例草案 是因为这个法案是前坑法案 所以民进党要为国库审慎把关 在当年年底 因为怕选举 总统的选举耽误了民进党的总统 所以禁法补偿呢 我们就在立法院通过了 半年之后民进党执政了 禁法补偿也开始实施了 今年我们在很多服选的场合 我们看到了 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儿 他上台致辞 他宣扬 禁法补偿是民进党执政 对原住民最大的政绩 当年民进党的主任一将拔路儿 他谴责禁法补偿是前坑法案 现在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儿 他宣扬禁法补偿是 民进党执政最大的政绩 同一个一将前后不同的民族立场 为什么 这就是政党令义 凌驾了民族的权益 政党的立场优先于民族的立场 从政以来 高金苏美始终坚持无党 我始终认为 原住民族只有抛开政党 保持无党 才能够站稳民族的主体性 也才能够坚持捍卫原住民族的权益 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族人同胞 我们非常骄傲的 我们打破了历史 高金苏美是无党的 连续五届 18年在立法院 我相信族人看到 我是如何捍卫原住民的权益 我支持平谱同胞 回到原住民族的大家庭 我反对原住民族分为三原平原 不管是三原平原平谱的区分 其实都是殖民者的分化 而被分化却是我们原住民历史百年的伤痛 有少数的人反对平谱族同胞 回复原住民的身份 这是生怕政府给予的资源被稀释了 其实这就是典型的殖民的分化 用控制资源来分化原住民族 不管是山原平原平谱 我相信我们只有团结在 原住民的大家庭之下 成立了自治区 收回自治区里面的自主裁员 这个样子才不会掉入 执政者的分化陷阱 很多族人说 在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成立 原住民的自治区 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收回林务局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收回国家公园 我们又为什么不可以收回国家风景区 收回了这些 我们就会有了自主裁员 自己管理 自己分配 我们不用再被分化 近一百年来 原住民的历史 是一段被殖民史 是一生被分化的百年创伤 我们需要时间来补破 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团结 不要被分化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立法委员在立法院 其实是多数决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们能不能够打破山原平原 而也并不是第十一号候选人说的 分三个区域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打破平地原住民 三地原住民 这样子的一个分化 其实是造就原住民最痛的一个伤痛 六席原住民分一到六 大家团结在一起 会做事的继续让它留下来 高精树梅在立法院18年 我要谢谢我的助理团队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 高精树梅的问证 不会这么厉害 我要谢谢地方服务团队 你们在基层上帮我日夜的服务 所以各个族群里面 都有原住民的代表 都有高精树梅的分身 大事小事都是高精的事 2人 阳神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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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deep cerebral 大的 小学 带 有